加州高速公路巡警南加分局近期举行了免费儿童车座安全检查活动 帮助孩子家长安装 调试好儿童车座 提高坐影的安全性 加州高速公路巡警CHP南加分局16号在West Covina Best Buy购物中心停车场 举行了免费的儿童车座安全检查活动 吸引了包括华人在内的数十位家长驱车前往 对自己车上的儿童座椅进行安全检查 CHP公共媒体部的警官表示 他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帮助孩子和家长安装 调试好儿童车座 提高坐影的安全性 避免孩子在可能发生的车祸中受到伤害 与此同时还希望借此机会 向家长们讲授儿童座椅的正确安装方式 以及如何在开车过程中确保坐影上的儿童安全 尤其是很重要的 免费的儿童座椅 你可以做这种程座椅 去到任何车座椅 我们的车座椅安装 你只能帮到你的儿童座椅 我们会帮你把儿童座椅 然后把儿童座椅安装 放在车座椅安装 让他们保持安全 现在有些东西 别人不明白 那些车座椅安装 最后的车座椅安装 加州高速公路巡警CHP 每年都会遇到很多起儿童在车祸中受伤的案件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 就是因为儿童座椅的安装不正确 例如脸巢前 二是父母没有在开车前为孩子系好安全带 三是父母酒驾 独驾 四是没有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例如闯红灯 超速等等 作为一名家长 你要时刻把自己的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不能意气用事 飙车成能 交通安全事关重大 作为一个称职的父母 一定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清除这些本可以避免的安全隐患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